6月16日 首届中国警察马拉松赛 在福建近江鸣枪开跑 当天 伴随着发令枪响 来自全国31个省市的 3000名警察马拉松爱好者 从近江体育中心出发 沿着当地最美道路世纪大道 一路竞逐 在浩浩荡荡的跑马队伍中 一名身着警服的选手 特别引人注目 记者了解到 这名警铃35年的选手 名叫郭光棠 现年57岁 来自江西上扰 从20来岁大兵回来 我就很会跑马拉松 每天10公里 在去年一年 一天都没有落 全部完成了 一年差不多跑到4000多公里 这是很难对的一次 我们紧马 所以我还是要穿下紧 紧回来 对我来讲 可能也就是 差不多最后了 快退休了 退休年龄差不多到了 马拉松我们是一直要 在比赛的休息区 记者看到 许多完成比赛的选手 纷纷在各种背景板前 合影留念 他们活泼可爱的样子 与一般的马拉松爱好者 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赛道上 我们跑起来都是一样的 大家也都会互相鼓励 互相加油 就是大家在赛道上 跑步 拼搏 坚持不懈的精神 都是一样的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警察这个身份 让这些爱好运动的选手们 多了一份荣誉感 也多了一份责任与担当 抱着一个必过的决心吧 就是因为冲上了这个制服 所以我觉得我必须带头 作为一个榜样 能更好地完成这个项目吧 我们写了之后 我们在赛道上 我们更多一层 我们要关注 我们跑在周边的人 他们健康的状况 及时尽情 演技有四处 最了解 该赛是为中国警察专属马拉松赛 参赛跑友 都是来自全国的警察 公安辅警 以及警校学生 赛事主办方介绍 首届警马从报名一开始 就十分火爆 报名通道开启仅18个小时 原计划招募的2000人便爆满 但依旧有很多警察跑友 咨询报名 周围会紧急协商 增加1000个名额 满足跑友需求